吴宗憲担任祥申的董事长短短168天闪电寝思 那么现在惊爆 吴宗憲透露说其实原因就在于 祥申负债高达6亿 即使是他接手之后也没有办法转回为营 所以干脆及早脱手 不赚钱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是独资的公司嘛 虽然嘴上说不赚钱没关系 不过欠债6亿可就是大问题了 回顾今年6月 吴宗憲接任祥申董作 一脸的风光得意 还宣布要退出演艺圈 结果才短短168天 就突然闪电寝辞走人 当时吴宗憲是这么说的 基本上来讲因为LED我是专家嘛 不过现在却传出吴宗憲私下透露 会离开祥申其实是因为公司庞大的欠债 高达6亿 吴宗憲不想一人单 祥申还是非常好 那我跟他们之间 我们还是有这个很好的合作 所以在未来来讲 我们是一起努力LED这个产业嘛 我早上9点就起床 然后开会开到现在 做出巨大的贡献 那毛利率尽量把它抓到接近零 就算不是董事长 但吴宗憲的祥申持股两三千张 还是最大的股东 强调自己就算没有让公司转亏为盈 不过带近15%的LEP产业 也算善尽职责了 中文新闻 傅嘉欣 张文书台北报道